字幕製作人數字幕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通知欄的設定 那還有分為簡潔或整頁的部分 那自訂的開關可以自己去做詳細的說明 那接下來是安全與隱私 那你螢幕的安全性呢 你可以自己去選 你是要螢幕密碼 是否要使用螢幕密碼 那你保護螢幕保護是否要開啟所謂反客模式 那反客模式呢就以下下列這些方式 那你的裝置管理也記得你要安裝的時候 這個不明的來源記得要打開 另外的服務就是當你使用GPS的時候 記得要再去開啟 沒有用記得要關閉 那電源的部分呢 自己再去做調整的部分 那一般我是習慣使用數字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一下大概是電源還剩多少 那按鍵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分你長按功能鍵 是否要打開語音助手 就是例如 它就有語音助手 無法使用語音助手 請連接網絡 那我們連接網絡的時候 勻助手就可以直接點擊 小米2 小米科技是有錢穆哥、微軟、金身等公司的頂尖高手組件 是一家專注於高端智能手機 那接下來就是你的 按鍵 那就是你的返回鍵的設定 還有你的電源鍵 你的設定 還有你是否要按音量鍵喚醒 那我一般其實習慣把它打開 就是當你鎖屏的時候呢 你按音量鍵上要鍵 其實它也會再亮屏的動作 時間與日期的設定呢 那當然是我們首先要 就是 時期記得是選擇 我們把它關起來 我們時期自己選擇 台北的標準時間 語言與輸入法的部分呢 我們在這裡主要是讓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簡體、繁體、英文的部分 那輸入法當你安裝完了以後 在這裡繼續做開啟 然後去做設定的動作 那應用程式我們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全部或者是以下載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備份與重置 一般來講就是你要恢復原廠設定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做操作的動作 那如果你要刪除應用程式 記得把它開啟 恢復原廠 它就會把你的整個系統都是 歸零的動作 然後接下來是協助攻擊 還有開發電源的選項 我們在這裡當然是要看一下 我們的手機是 小米2 那是屬於NZ4.1.1 42心 爽核1.5 然後記憶體是2G 那就是屬於32G版 那目前已經塞了一些東西進去 那當然就是會比較小 那在這裡的順便大家也介紹一下 那當你用小米手機的時候 你在開啟網路的時候 點選系統更新 那它會有讓你選擇你要是 屬於是 你自己刷的是屬於穩定版 還是開發版的部分 那你可以直接 第一個是點進去做 點進去做更新的動作 點進去 它就會 直接下載做更新的動作 類似現在就是在下載 那是靠網路 那或者是 當你選擇了 從 網路選擇了 安裝包下來 放在你的記憶卡裡面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點選 然後可以看到 下載最新的 完整包 或者是安裝包 那一般你自己下載好了 我們就放在你的硬碟裡 我們選擇安裝包 那選擇安裝包 你再選擇 看你放在哪裡 例如Download Run裡面 那我們把它點選 然後它就直接做 安裝 就直接是更新動作 那其實系統更新有分 這兩個部分 你可以去做 去做 更新的動作 接下來是應用程式集 那應用程式集 是屬於目前 小米現在的 自己出來的 應用程式 那你喜歡的話 再去做 接下來系統工具裡面 我們可以 細分為時鐘 計算器 錄音機 雲 助手 手電筒 收音機 指南針 還有搜尋 用物回饋的部分 那本身系統自帶的 就是有日曆 那日曆 我們可以選 點選 點選你是要屬於哪一種 我們屬於月的部分 我們可以自己去做點選的動作 那便簽啊 電子郵件啊 天氣等等之類 那剛開始拿到手機 其實你是不喜歡一些裡面 比較大陸 例如人人王 你不喜歡 就把它往上丟 就點住它 往垃圾桶一丟 問你是否要卸除安裝 那就把它 用力的卸除掉 那就把它刪掉了 那以上就是 阿遜手機王 為大家介紹 小米手機2 它的一些 基本設定 還有它的 基本功能的部分 那我們在 書房的部分 可以看一下 我們滑動解鎖 這就是書房 那當你鎖屏的時候 在使用自由桌布 一樣你會進入到 所謂的自由桌布裡面 以上就是 阿遜手機王 為大家介紹